穿红色上衣的男子 因为在月台抽烟 被战务人员制止 竟然恼羞成怒 不断咆哮大吼 来看一下现场状况 那么战务员理性劝导 要男子别再抽烟了 不过男子不但不听劝 态度还很嚣张 步步逼近 不断挑衅战务员 甚至男子还脱掉衣服 出手推紧战务员 那么这起冲突就发生 在今天上午十点多 民众在台中火车站 等火车的时候 目击这一名红衣男子 在抽烟 被战务人员规券之后 还反抢战务员 这是他的自由 男子明目长胆抽烟 还做事打人 直到警方到场处理 他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没有继续咆哮 其实进入车站门口之前 地上都有标示 入战之后都不能抽烟 而男子秉执顾犯 以及涉及违法